上班族整天坐在電腦前腰痠背痛 没精神来壳B群补充营养 不过如果要再吃其他的保健食品 可要当心 有营养师发文提醒 像是钙和铁 钙和鱼油 或是鱼油和膳食纤维类的补充品 以及膳食纤维和铁 还有高剂量的β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这五种组合同时吃下肚 恐怕会互相影响涨低吸收率 钙跟铁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二架的离子 所以他们两个预在一起的时候 确实会彼此之间相互会抵消那个吸收率 坐同一台车进到身体里面被吸收 也就代表是说 如果今天叶黄素把车子都装满了 那β胡萝卜素就不能够坐进那台车里面 钙跟鱼油他们两个可以分成是 钙是饭前吃 鱼油是饭后吃 就像那个肥皂会造化的反应 会让吸收率会下降 膳食纤维来讲的话跟鱼油碰在一起 他就把鱼油这个油脂给吸收掉了 跟铁剂的话 他也是会有同样的情形出现 会造成铁剂的下降 不小心同时吃下肚 民众也不用太过恐慌 营养师表示这并不会中毒伤身 不过若是同一天想补充两种以上的保健品 或是有在服用感冒药等 想搭配保健品可以怎么吃 他们常会不知道说 这个跟这个可不可以一起吃 然后跟我的慢性病药可不可以一起吃 原则上来讲 我们间隔跟感冒药的话 大概间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最好是一个小时 每种保健品各有服用时段 如果忘记最好也不要懒惰 看一眼评声按标示时间服用 别再大把大把吃 让保健效果大打折扣 华儿新闻张曲王世凯台北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